华为CEO任正非之女孟晚舟目前在加拿大处于保夕阶段 彭博社披露了一次探访孟晚舟的经历 报告称 归探孟晚舟的日常生活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她的保镖团 师门风险管理集团 似乎肩负着让她远离公共视线的责任 当彭博社的多名记者上周将车停在她家旁边的道路上 并称自己是媒体记者时 一名保镖拍下了汽车牌照 另外一名保镖急忙开着自己的白色SUV拦住记者们的车 当晚 孟晚舟穿着露露柠檬的桃色休闲夹克和浅灰色裤子 从她的房子里出来的时候 这名保镖开始指责记者损坏了她的车子 随后 她又承认自己挡着她们的灶 保镖的条款明确要求 孟晚舟脚上佩戴GPS监视器 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1点 可以在温哥华100万平方英里的范围内 在一些商店和餐馆行动 其他时间 她都必须待在她420万美元的家里 彭博社的报道称 引渡的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但是参考历史的话 孟晚舟最终被引渡的可能性极高 1月15号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罕见地在深圳总部接受了 包括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 彭博社 金融时报 华尔街日报 在内的多家国际媒体的采访 在记者会上 她说 华为不是一家间谍公司 另外 她也表示自己非常想念女儿孟晚舟 任正非在采访中仿佛强调 华为从未向哪方提供过客户数据 中国政府也从未要求他们提供信息 或者是安装强制后门 在接受AI财经社采访时 任正非介绍说 孟晚舟和我本来是去阿根廷开同一个会议 而且她还是会议的主要主持者 她是在加拿大转机 不幸就被扣留了 我晚她两天才出发的 是从另外的地方转机的 我们会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这件事情 作为孟晚舟的父亲 首先感谢中国政府维护孟晚舟 作为中国公民的权益 为她提供了领事保护 我也感谢社会各界人士 对孟晚舟所表达的支持 关心和关注 我与女儿现在就是打打电话 电话上也仅仅是讲讲笑话 对于敏感的引渡案的难度问题 任正非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直接转到其他话题 任正非还是对美国总统川普 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称她是位伟大的总统 因为她敢于大规模减碎 这将有利于企业 但是她还说 你必须善待那些愿意 在美国投资的公司和国家 任正非还表示 将观望川普是否会介入 其女儿孟晚舟的案件 对于目前华为前所未有的 成为西方多个国家的眼中钉 任正非承认 华为今年的收入增长速度 可能会放慢 估计增长不会超过20% 不过她指出 华为今天可能要碰到的问题 在十多年前就有预计 任正非说 我们已经准备了十几年 我们不是完全仓促 没有准备的来应对这个局面 这些困难对我们会有影响 但影响不会很大 不会出现重大问题 但似乎任正非这番讲话 并没有多少效果 1月17日 日本政府召开基础建设 情报管理专门调查会 会上确定将在2019年3月 修改现有的安全基准 其中与基建有关的通信系统 出于对黑客攻击等行为 需要加强防范的认识 要求日本相关企业 严格禁止具有风险因素的 企业产品 虽然日本政府没有点名 哪些企业的产品存在风险 但外界普遍认为 指向的就是华为中兴等 中国通讯设备自扰商 与会的日本基建企业表示 会接受政府的规劝 将认同政府对相关政策的修改 其中从事通信 金融 电力的企业均认为 需要和国际社会步调一致 进一步加强信息管理 并公开指出 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 存在频率和威胁加大的趋势 日本政府的意向值得肯定 一直关注并报道此案的 温哥华稳定记者 对明镜电视指出 2月6日的引渡庭审中 孟晚舟既可以亲自出席 也可以委托他的律师 代为出席 妇是会表现的 使用区别人的 构本人的 以温哥华稳定乡 可恶定的 这一期进行 你可以认识 由你